一个坏消息传来 美国再次对中国下手 事实证明 只有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才行啊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前不久 关于中美成立中美经济领域工作组的消息 是引起了热议 那么对此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中美关系短暂回暖的征兆之一 但是我当时就在节目里说过了 中美经济工作组只是一个谈判桌 边打边谈将成为一种常态 那么果不其然 短短几天之后 美国又对中国下手了 根据环球网 中国经济网等综合媒体的报道 近日美国商务部对外宣布 已经将十家中国企业 以及一名个人 列入了出口管制的黑名单 对此路透社声称 美国商务部之所以制裁这些中国企业 以及个人 是因为这些中国企业 为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零部件 很多人都清楚 由于俄乌战况的激烈 俄罗斯每天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无人机 因此向俄罗斯企业出售无人机零件 也被美国渲染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从而借机制裁中国企业 那么事实上 美国其实才是俄乌冲突中最大的拱火者 根据有关的数据显示 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而正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做法 才导致了俄乌冲突无法结束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也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哪里来的脸面 要制裁中国的企业 这摆明了就是双重标准 这会让国际社会感到十分的虚伪 那么基于此 面对美国政府的虚伪面孔 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好聊的 直接予以严厉的反制就可以了 美国商务部制裁多少家中国企业和个体 我国同样可以反向的去制裁多少家美国的企业与个体 这就叫做对等反制 毕竟我们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咱们不过是依法办事罢了 这个世界没有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的道理 美国再怎么猖狂霸道 也没有资格对中国嚣张 除此之外 其他的手段也可以运用起来 就比如继续抛售美债 做看美国债务爆雷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要知道美国当前债台高筑 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忽悠各国购买美国长期国债 只有这样美国政府才有钱借薪换救 以及维持政府的开支 如果中国大力抛售美债 从而产生连锁反应 那么美国政府这一套金融把戏就难以维持了 我想强调的是 对待美国不用客气 哪怕中美短时间内重新合作 也改不了美国想要围堵中国的决心 因为明眼人都清楚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 而这种矛盾是无解的 所谓的合作公民 这是我们心中美好的想法 美国政客根本不吃这一套 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将中国打垮 让中国四分五裂 这样一来 美国资本才有机会 染指中国的核心利益 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 才能以中国庞大的身躯来供养美国 成为美国维持霸权的养分 因此面对美国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放弃幻想 以斗争求和平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到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聊